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祭慢聊》 今天是6月1号 先祝循祭讲堂里所有的成年儿童 未成年儿童们节日快乐 说起这个儿童节 咱们一般想到都是五颜六色 小朋友们特别高兴 大人们跟着起哄 不过关于这个儿童节是怎么来的 这个可能就不那么让人快乐了 咱们今天过的这个六一儿童节 其实来自一桩血淋淋的惨案 二战期间纳粹党卫军第二把手海德里希 后来在捷克地区负责维持治安 说着维持治安 其实就是杀人 所以自己得了一个布拉格屠夫的外号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状 海德里希这个人就是位高权重名声菜外 就被英国和捷克特工盯上了 有一天趁着他外出疏于防范 就把他给暗杀了 海德里希死后希特勒如丧考品 上哪找这么一个比我还能杀人的玩意儿去呢 太难过了 亲自为他举办国丧 然后对杰克人进行血腥的报复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布拉格郊区利敌侧村的大屠杀 全村400多男女老少 包括88个儿童屠杀殆尽 只有12个人幸存 屠杀之后纵火烧村 用推土机推平痕迹拔掉了果树 让这个村子彻底消失 消息一传开不少国家的城市都把自己的地名改叫利敌侧 苏军和捷克人民军的好多坦克也喷上利敌侧的这个字样 战后世界各国的志愿者在利敌侧村旧址上修建起了一座纪念雕塑 表示呢 人们不要忘了这段历史 为了纪念88个遇害的儿童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就把每年的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 这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儿童节的来历 这个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 说法西斯统治之下儿童这么惨 那在历史上呢儿童生活怎么样 社会又是怎么保护儿童的 咱们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事 首先呢说中国 从周朝开始 中国就已经把保护儿童作为基本国策 周理中呢提到六项保禁安民的政策 其中排在第一条的就是慈幼 得对孩子 得对孩子好一点 中央出台政策 地方纷纷响应 各国都把这个慈幼当做钢领 齐桓公组织六个国家进行会盟 回丘会盟 成为春秋五霸第一个霸主 其中会盟盟约第三条就是敬老慈幼 不忘宾吕 为此呢齐国专门成立一个部门 叫长幼 就是做一些儿童福利工作 比如一户人家四个小孩 免除全家赋税 五个小孩 长幼就要派人给他们配保姆 并提供家中两人份的口粮 这相当于今天咱的官公委 国家呢还出资成立孤儿院 鼓励百姓领养孤儿 对领养的家庭有补贴 还要求不能虐待儿童 唐朝出台法律规定 要是收养家庭把孤儿遗弃 养父母徒两年 就是当两年苦力 吃账徒留死 五行当中仅次于流放和死刑 你要是敢对孩子有什么非分之想 那就更别想好了 都是重罪 宋朝法律 对于性侵幼女有很明确的条款 只要和十岁以下幼女发生不正当关系 无论对方是否同意 一律视为强奸 留三千里 配远恶中 即便未遂也配五百里 要是那个折伤者 比如你在你的过程当中 给孩子掰胳膊掰腿掰断了 直接脚刑 没伤了 对于虐待儿童都判这么严 那对人贩子就更不用说了 还拿宋朝举例子 拐卖儿童给人做子孙的三年徒刑 给人做奴婢的绞死 要是中间发生了伤害儿童的事件 按强盗罪论处 那基本上也是死刑为伤 买孩子的一方也有惩处 比如你如果知道这孩子是被人贩子拐来的 你还买 受的这个罚呀 只比人贩子轻一等 人贩子绞死你流放 人贩子徒刑你打板子 那些这个给人贩子联系买肩的中介 被逮着跟窝藏犯人是一个罪过 所以这个评书演义 老说这么一句话 说车船变脚牙 无罪也该杀 这个牙就指的是普通中介 普通中介在老百姓眼里都是无罪该杀 那人贩子中介你就可想而知 基本上是有一个算一个枪毙十回都不解恨 除了这个保护儿童的安全以外 中国比较重视儿童的教育问题 在农村呢 一般有老秀才开私塾 给孩子们上课 但私塾要收钱 有些人家里穷上不起私塾怎么办 没关系 还有一塾公款办学免收学费 不过呢 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把儿童当个体 不管是打骂还是买卖 父母都随意支配 二十四孝里有个故事叫 郭聚埋儿 郭聚家里穷为了奉养老母 把儿子活埋了省口粮 这在今天绝对是无法饶恕的罪行 但在当时呢 这是美德 所以你看那二十四孝全都变态了 《红楼梦》里边呢 这个贾政对贾宝玉是张口就骂 抬手就打 有一次差点把他打死 当然咱们看电视剧 可能觉得贾宝玉岁数不小了 实际上袁助理也就是十二三岁 和中国相比啊 古代欧洲儿童的待遇就比较悲惨了 只有一点跟中国一样 父母的附属品 别的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没有 国家也没有什么法律去保护儿童 很长一段时间 儿童都被看作上帝的溥义 并被认为生来巨恶 因此呢这个鞭斥啊 体罚儿童啊被视为合理合法 咱们看中世纪欧洲宗教人士 为什么恋童癖那么多 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主教会 让神职人员禁欲 教会的生活环境呢 封闭加枯燥 欲望这个东西啊 你没点修为是肯定控制不住的 所以呢这些这个道报岸然的神父们就以惩罚有罪儿童这种名义 对他们进行禽兽之事 除了生活上挨欺负 在教育方面呢西方国家对儿童也很不友好 英国一本儿童读物叫费阿柴尔德 里面呢讲了这么个故事 说哥俩打架 当爹的呢为了惩罚俩熊孩子 就在一个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给他们哥俩呢带到这个城市广场的绞行架底下 让俩孩子瞪大眼睛看上面吊着的死尸 阵阵阴风吹的这个尸体晃来晃去 那这铁链呢咔咔作响 这个俩孩子害怕了就催俗爹赶紧走 可是老爹说不行还没完呢 从现在开始 我得把这死刑犯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一遍 你们俩得听 这事要换在现在 你不得把这个孩子这个这个吓出阴影啊 但是书里边拿这个当经典案例 觉得这父亲做的对 直到18世纪 人们对儿童的看法才有所改观 对这种改变的和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卢梭有关 卢梭呢是一位性善论者 他说儿童绝不是邪恶的 写过一本著作叫艾米尔 里边呢就提到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他认为真正的教育 是让孩子们探索自己的天性 探索自己周围的环境 成年人少插嘴 让孩子们自然生长 这在当时绝对是引发了思想的这个颠覆 你看今天这个欧美人家长跟孩子说话 就是I think do you think 我这么想你是不是也这么想啊 就比较尊重孩子 中国的家长都是你think个屁也只有老子可以think 对吧 但是欧洲人这种思想怎么来的 就是在卢梭的这个启蒙之下 欧洲人就逐步改变了对儿童的惩戒 儿童读物从那些恐怖故事就变成了童话 不过真正成立组织或立法保护儿童权益的 还是得大洋彼岸的美国 1874年 一个叫玛丽的美国女孩遭到养父母的虐待 经常被野蛮殴打 还吃不饱饭 一位传教士知道之后 决定出手解救 一开始呢 传教士找警察 警察局说 这他们家事 不管 除非玛丽找到我这来报警 否则我没有权利去干涉公民的家庭事务 最终那个传教士找来律师 这个朋友来帮忙 一纸诉状把这对夫妻告上法庭 玛丽才得到了妥善安置 此案一出 立刻在全美引发轰动 很多义士觉得咱们得成为一个团体 保护更多兽女儿童 转过来年就成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保护儿童的民间组织 此后保护儿童的活动就越来越多 1899年 伊利诺一周 建立了第一个保护兽女儿童的少前法庭 1912年 美国总统塔夫托 签署了由国会通过的法案 美国儿童福利局正式成立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 专门处理儿童问题的政府机构 儿童福利局根据调查 发现社会上有很多针对儿童的不公平现象 所以又推动出台同工法 婴儿福利法等很多法律 在美国的推动之下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开始立法 保护儿童 联合国也公布了儿童权力宣言 儿童权力公约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 儿童才得到了真正的尊重 所以说 现在这代孩子确实幸福多了 有法律保护 还有结果 早出生200年 能不能顺利活过童年 真难说 好了 关于保护儿童这件事 咱们就聊这么多 还是祝儿童们和成年儿童们 节日快乐 欢迎大家在 循迹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 循迹慢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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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